张大姐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对您这样的一份 这么伟大的母爱 非常地感动 刚才嘉宾也说了 您就是小玉龙的亲生母亲 对不对 有您在 她就有妈妈在 是不是 有妈妈在多好啊 所以重要的是 保重您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 咱们好好保重 这病不能放弃希望 好不好 所以我跟您说 我上台的第一件事 就是告诉您 我们今天 其实带来了两位 国内在白血病和乳腺癌方面 非常权威的医生 咱们请两位医生 来给张大姐介绍一下 她和孩子的病情 从目前您给我的信息来 我推测可能孩子 得的是一个 极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而且经过目前的治疗 现在属于一个 缓解期的状态 80%的儿童是不需要 清晶骨髓移植的 通过化疗就能够达到 完全的治愈 一般过了这个五年 复发的几率就非常的低了 所以随着医学的进展 对于儿童白血病 这个治疗领序 其实是非常乐观的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 相对的放冲一些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杨复主任 谢谢 谢谢 我刚才听到您在一年前 是出现了复发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是不能达到治愈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手段 可以延长一个非常有质量的 一个生存 我们会提供很多的选择 和很多的帮助 我们还是有很多种的手段 可以为你的生命 进行一个延长 所以我也想说 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坚持住 另外张大姐 我们都被这份母爱感动 但是其实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母爱 应该是来自于 您对您儿子 新生儿子 所以今天我们也为您 带来了一位 非常特殊的嘉宾 我相信她的到来 一定会给您 非常强大的力量 妈 我来了 了 妈 我也想你 妈妈都发现出来 都发现出来了 别让妈妈哭了 冷静点 冷静点 让妈妈坐下 来 坐下坐下 搂着妈妈坐下坐下 妈 我长大了 以后的问题我们共同面对 我们找到儿子也知道 其实儿子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 他的心里当然也是想妈妈的 哪有孩子会不想自己妈妈的呢 我现在我一生都不意见到了 儿子不意见到了 他这骨子的手拉在一块 是吧 儿子的大手是不是特别有力量 是的 我们问儿子说最想为妈妈做什么呀 儿子就说两个字 说什么 分担 不是男子汉 现在长大 能跟妈妈分担一点压力 别让妈妈自己扛 对不对 鼓励妈妈让她好好的治病 我们还会继续帮你们去找 小玉龙的亲生父母 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不会放弃 好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 欢送这一期 你见到我什么时候 сним了 我老婆 也不让他来 你听到你们 我恙 就在你 就像你 不让你 我分不的 那个 四个咱们 你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